那这个地方我特别记 禅宗里面的一个公案 百丈禅师跟马祖道义禅师的一个对话 百丈禅师是马祖道义的邪生 这个百丈禅师跟马祖道义在对话的时候 刚好有一群燕子汇过去 燕子汇过去以后 那后来马祖道义禅师就问百丈禅师说 那燕子呢 那百丈禅师说燕子不见了 燕子汇过去 燕子不见了 然后他的师父呢 马祖道义禅师说 那个燕子的像不见了 那贱信没有不见了 你刚才见他燕子汇过去啊 他是贱信没有燕子的时候贱信还在啊 所以他师父就把他笔在这里在这里 他就喊痛就悟了 各位现在明白吗 你见到那个燕子汇过去的像 那个贱信是这样的 那燕子汇过去没有燕子的也是在贱 那个像是有变化 贱信没有变化 没有生死啊 这个在心经里面讲 不生不昧 不够不尽 不真不见 就讲这个境界啊 贱明贱暗都是贱啊 像有变化 明的是明亮暗就是黑暗 但是贱信没有变化 那么你如果明白这个道理的话 那么你就有误了 所以贱信没有办法吸收 如人饮水能卵自知 所以禅宗里面讲 佛佛为传本体 诗诗密附本心 你不能够执着任何东西 你一执着 你一动炼 就不是实际离地了 所以我们的贱信 从来一直都没有离开 这是本质句子 向有来去 自信没有来去 所以在眼耶见 在老耶文 在笔能秀 在舍能长 在舍能抓 所以 问题是我们会迷恋 著作在向上 那个境界 只不过是贱信 所显现出来的向而已 所以你一定要悟 恋佛就把一切的六成的 百千万亿的妄恋 转成阿弥陀佛 如果你能够真做到了 那就见到本心 就跟贱信相应 今天 今天